与刘备擦肩而过的五大虎将 如果留下他们 横扫天下没有问题 熟读汉末三国历史 刘备政治生涯的前半期颠沛流袭 没有固定的据点 直到荆州之后 身边的人才才逐渐多了起来 麾下拥有三大谋臣 还有关羽和张飞赵云等一流名将 然而刘备也在征战的旅途之中 充满了遗憾 因为各种原因 由五大五虎与刘备擦肩而过 刘备痛失 如果留下他们 横扫天下没有问题 那么他们是谁呢 第一位错过太史词 在刘备担任平原相的时候 就错失了这位忠义无双 神剑无敌的猛将 当初太史词虽然是一位游侠 但是听闻孔荣有难 突围向刘备救援 当时刘备当即给予了太史词三千兵马返回救援孔荣 但是却忽略了这位勇士 如果当时的刘备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位猛将的才华 或许就像对赵云一样拉拢了 自然不会让太史词成为孙策的得力干将了 正史之中 太史词是可以跟孙策单条不分伯仲的猛将 后来被孙策收将 成为孙策麾下大将 助其扫荡江东 孙权统事后 因太史词能治流盘 便将管理南方的药物委托给他 建安十一年 两百零六年 太史词逝世 死前说道 丈夫生事 当代三尺之鉴 以生天子之皆 今所致未从 奈何而死乎 第二位 痛失田玉 田玉 在刘备投靠公孙赞的时候 就跟随了刘备 跟关羽和张飞一样的少年时代 就追随 可惜 刘备早期一直颠沛流离 没有固定的地盘 直到刘备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 田玉终于以母亲年老为理由请求回乡 刘备替气着与他告别 说只恨不能与君一起建立大业 对于本来就麾下人才 稀少的刘备而言 刘备才会如此痛哭 正史之中 田玉后来成为曹操的部下 坐镇北伐 从征待郡无环 斩骨进 破科比能 多有功勋 威镇北疆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虎将 第三位 错失张辽 张辽是吕布麾下的大将 当初跟随吕布 一起依附了刘备 因为与关羽是同乡关系 所以张辽和关羽的私交关系 非常好 这个时候 吕布和刘备 还是兄弟之称 如果刘备能够利用 关羽这层关系 对张辽加以拉拢 必然能够成为 刘备归下王牌虎将 然而张辽却最终 还是跟着吕布 窃取了刘备的徐州 正史之中 张辽后来被曹操擒贤货 投靠了曹操 随曹操征讨 战功雷雷 与关羽同姐白马为 将昌西于东海 公园上于叶城 绿先锋在白狼山 斩杀乌环 缠于踏顿 又讨平辽东柳翼 淮南梅城 陈兰等 如须之战后 曹操任命张辽 李典 乐静等守合肥 张辽多次击退孙吴进攻 在建安二十年 215年的合肥之战 张辽率八百将士 冲击孙权的十万大军 打到了孙权的主帅旗下 令孙权闻风丧胆 吴军披靡溃败 后以七千之众 大破十万大军 差点活捉孙权 经此一役 张辽威震江东 声名大噪 张辽指题 也成为民间流传的传奇典故 张辽为历代推崇 并成为古今六十四名将之一 第四位 吴元庞德 庞德本是马超的副将 西梁猛将 跟随马超多年 对抗曹操 后几经辗转 庞德又随马超 投奔汉中 从属张鲁 然而马超后来被张辽不将排挤 选择了 依附了刘备 而庞德却选择了 跟随张辽投降曹操 如果马超 投靠刘备的时候 把庞德也带上 那么刘备手下 也可获得一员虎将 可惜无援 正史之中 庞德投靠曹操之后 被授官立毅将军 封官内停侯 协助曹人抵御关羽 两军对垒期间 长骑白马 驰骋奔杀 增一剑 射中关羽前额 被关羽军称作 白马将军 后来在相反之战中 他律诸江 与关羽殊死搏斗 剑足射进 又短兵相接 而他格斗易怒 胆气欲壮 力战多时后因 小周被洪水打翻为 关羽军所勤 关羽敬重他的 刚毅威武 以封疆劝降 但他却怒目不贵 怒斥关羽 最终隐身迅捷 第五位 可惜张润 张润是刘章麾下的大将 智勇兼备 武艺高强 堪称川中第一名将 是刘备入川之战中 最强大的敌手之一 张润和刘归 曾在落成 与刘章之子刘巡 共同在此抵御刘备的进攻 导致刘备 困守一年之久 而军师庞统 也在此战中流失而亡 后来 张仁乐兵 战于金燕桥 却战败贝秦 刘备听闻张仁之中勇 令军事劝降张润 张润力声达到 老臣我终究是 不会侍奉二主的 这位忠义无双 勇武不凡的猛将 可惜刘备 没有很好的 拉拢和劝降 哪怕等关押等刘章投降了 再劝降 说不定就留下了 而刘备的决定 确实杀了张润 感到非常叹息 如果张润能够留下来 不愧为一员虎将 以上五位虎将 如果刘备 能够善于用人意 用手段 甚至感化刘下来 成为自己左膀右臂 那么刘备横扫天下 也不是不可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